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Q&A第15集 那今天學長要來回答一個網友的提問 那這個問題就是 我能不能使用大尺寸的濾杯 然後沖小粉量 然後用學長教的手法來沖煮 這個問題其實在各個留言都會出現啦 所以學長還是今天跟大家聊一下 其實這個問題本身呢 它最核心的部分 你要先去了解你的濾杯是屬於哪一種類型 那原則上我可以分為三大類 第一種就是像V60這種 它的肋骨 上半肋骨跟下半肋骨 它的流速變化不大的 甚至於沒有變化 像V60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它幾乎沒有什麼變化 下半肋骨 上半肋骨都流速很快 就是差不多的 這種是第一大類 它是可以兼用的 然後第二種就是這種像冰桶 它其實上下肋骨有一點點差異 但是差異沒有到很大 但是有差異的 就是它可能會稍微放慢一點點 或是稍微放快一點點的這種 一般是水位越高越慢的啦 是比較多的 像這種類型呢 它的肋骨是有少許變化 譬如說冰桶 譬如說花瓣 它可以兼用 但是你必須要做調整 而且不一定調整到你要的位置 就是你自己要有管理要去調整它 不然的話風味也會不一樣 第三種就是像這種 像這種半肋的 包括客氣啊 包括 Kono 它的肋骨上半跟下半差異差很大 這個就可以看到 下半肋骨非常深 但是上半一根肋骨都沒有 這種的流速 在不同水位的時候的風味 流速差很多 甚至於一個超快一個超慢 這種變化超級大的 你幾乎是沒辦法減用的 連用手法下手法 你讓它想辦法淹水 你都很難淹到你要的指定高度的時候 這種幾乎可以說是 你一就只能充小份量 你二就只是充大份量 你也不能兼用的 這種是第三種類型 那其實這種類型也比較少啦 就是以Kono跟客氣為代表 大部分是居於中間這種 絕大部分的濾杯 可能在這邊啊 像V60跟Kono都算是比較少見的 這麼均速的 然後這種速度變化這麼大的 還是比較少見的 好 所以分為三大類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主要就是說 它的肋骨變化呢 就會影響跟你的粉量有關聯性 那我們拿冰銅來做一個例子 像我們可以看到 冰銅濾杯 它的下半圓的肋骨 跟上半圓的肋骨 你摸的時候就會發覺說 它的長相不一樣 那確實它在流速上面呢 它的下半肋骨流速比較快 上半肋骨流速比較慢 那下半肋骨的時候呢 它就會有比較多的香酸嘛 然後在上半肋骨的時候呢 它就會有比較多的甜巴底 所以我們在設計這個 沖煮手法的時候 它就是可以充分利用到兩段肋骨 讓你的風味的均勻度啊 會比較好 對不對 那我們想像一下 如果我們同樣的手法 同樣的粉量 我們放到一個比較大的濾杯裡面 你看它的肋骨是不是 這個下半肋骨的高度 就會比零零的再高一點點嘛 所以如果同樣的手法 同樣的粉量放進去的 來沖煮的情況之下 原本是一半一半 酸一半 甜跟巴底一半 就很Balance 但是因為放到這個 這個濾杯的情況之下 你的粉不夠多了對不對 它會有可能有三分之二 甚至有四分之三的水量 都會落在下半肋骨之下 那你是不是整個酸質 就會變得比較突出 就可能比較不Balance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思考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說 原來 為什麼不能兼用的原因 再來是肋骨會影響你的風味 所以你去硬去用它的情況之下 你是沒辦法做出一樣的效果 那你只能靠調整 譬如說 剛剛那個狀況 我就可能前半段 我就要用小水 後半段就必須要用很大的水 讓它的能夠淹到 快速的淹到第二根肋骨 所以 不是說完全不能接用 只是說如果你要接用的話 你的對於充足的概念來說 要比較強 你要懂得如何去做修正 如果你沒有這個自信 覺得其實 我一般般 你叫我去隨機應變 調整這個東西 我搞不定的話 我建議你就 不要兼用 要不然的話 結論如果不好喝 也沒有什麼意思 兼用可以用 但是不好喝 那不是白狗嗎 不如就買一個 適合你粉量的濾杯 這是最安全的 因為很多的手法 它經過了一定的設計 它跟肋骨都是有正相關 跟你的粉量也有正相關 所以如果你的器材 也只是將就著用 你自然就可能做不出 很精準的味道 這也是沒辦法的 肋骨本身會影響流速 流速會跟你的手法有正相關 對不對 那如果各位 還是覺得有點煩惱 說那我到底 網路上的影片那麼多 我到底要買01還是02 買大台小的 其實以學長的觀察來說 大部分在討論的時候 還是會以小濾杯為 討論的範疇 因為小濾杯大概是 兩人份左右的杯量 就是310T上下的杯量 這種討論的是很多的 你在學習的過程之中 會比較順暢 那不要貪小便宜去買大濾杯 除非你家就是 每天就是 3到4個人喝 那確實你就應該買02的 那就是把01的這個數據 所以Double粉量 譬如說學長常常跟大家講 20克用01的情況下 20克充300cc的水 那同樣的手法 你在用02的情況下 你確實可以用40克充600cc的水 然後剛剛的手法就Double過去 基本上是OK的喔 這手法反而可以成立 這樣懂嗎 大的濾杯就用大的粉量 小的濾杯就用小的粉量 那小的濾杯的手法跟這個給水的比例 用Double的方式乘以2的方式 在這個大濾杯上面做 反而是可以容易成功的 好 所以以上就是我們學長 對於這個濾杯大小的一種建議 我們還是要正本欺願的跟大家聊說 也不是叫大家硬杯 也不是跟大家說只能怎樣 或是不能怎麼樣 這都不是 是跟大家聊一下說 為什麼學長會告訴你說 濾杯挑選這樣子是比較合理的囉 OK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此為止啦 那我們硬派挑選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